开门了 喊了好几次就是不开门 拼领小组破门而入 在场赌客一个都逃不掉 回下去 来 过来 民宅当成赌场 赌客还利用连通道逃往隔壁洞 依旧被警方试破带个阵着 新北市五谷去工业区内这间厂房 最近每到夜里就有不明人士进出 引起附近居民担忧 警方申请搜索票 结合刑警保安大队当场查获 添酒牌职业大赌场 大家好 大家好 赌场规模庞大 光是抽头筹码卡 就高达新台币十八万五千元 并查获赌具天酒牌骰子 账策 无线电等物品 并带回延信负责人 灵信员工等六人 以及赌客三十四人 据了解延信负责人 经营赌场为业 以厂房作为掩护 无视疫情多人制赌 且为了让赌客放心 现场还备有口罩等防疫物资 白天上班 往上作为赌客场所 无视疫情身份扩散 竟然招揽赌客剧赌 却为了让赌客放心 现场还备有口罩等防疫物资 金专案小组搜证 达一个月总算查获 添酒牌职业大赌场 赌客家员工四十人 全被议违反社会秩序 维护法财罚 借新北纵合报导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仅仅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我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